莎老师 我问一下男生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 这段感情当中 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感觉 就是缺乏沟通 然后他 不信任我 不信任你 说到点子上了 为什么不信任 是因为你的 暧昧关系太多了 而且暧昧关系导致了 你对女方不尊重 不珍惜 不懂得心疼 所以 如果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女方当然 会没有信任感 没有安全感 安全感不是说来源于 你说多少句我爱你 我给你发多少的红包 转多少账 是在于细节的体现 当然再加上你 和那些其他的女生 暧昧的关系 她更加就没有安全感了 所以缺乏沟通 没有安全感 再加上你所处的 这样一个暧昧的关系当中 女生当然就会觉得 这段关系对她来说 一点都不牢靠 所以你应该反思的是 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为什么没有 去多体谅自己的女朋友 为什么没有把更多的爱 分给她 你要好好反思这个问题 另外女生 我觉得你的问题也有 是什么呢 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一直处于太主动的一个角色 你主动地去想要调节关系 我想我们一起去打一个游戏 你主动地去他们家 帮她收拾衣物 帮她打扫卫生 然后帮她做饭 然后翻回来你说 她把你当小时工了 当然啊 因为你自己主动送上门啊 人家就会觉得 你就是来帮我打扫卫生 帮我来收拾家的 我为什么不能把你 当小时工使唤呢 所以在每一段的感情当中 女人一定要懂得 先尊重自己 先爱自己 别人才知道 怎么疼爱你 怎么心疼你 所以如果两个人 想要继续往下走的话 首先断了一切暧昧的关系 你们的症结就在于 你暧昧的关系太多了 其次换一个角度 考虑一下女方的处境 和她此时此刻的感受 不要钓上岸的鱼 就放在那不管了 那鱼会死的 对吧 所以呢 你想一想 她是怎么想的 这样才会有利于 两个人的关系往下走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